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三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第一句话说 It is hard for us to realize nowadays how difficult it was for the pioneers 这句话还是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It is hard,这个it依然是形式主语 这是困难的,什么是困难的呢 后面那个to do,从to开始到句子结束 整个这个动词不定是短语,是真正主语 就是要在现在要意识到对那些早期登山者来说有多么困难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这个前面这个for是引出动词不定式的逻辑主语 是谁意识到呢,是我们在现在意识到 所以经常用for加一个名词放在动词不定式之前 是引出动词不定式的逻辑主语,说明是我们 那么看到了这个it是整个句子形式主语 动词不定式to do呢,一直到句末呢,是剧中真正的主语 而for us后面那个我们呢,是动词不定式的逻辑主语 是这么一个,尽管它是逻辑主语 但因为前面for是借词,所以后面的us必须用binger对我们来说 那么后面那个话横线的how difficult it was for the pioneers 这明显是做realized的宾语从句,是牵套在动词不定式内部的一个宾语从句 作为realized宾语 它之所以没有直接跟到realized后面呢,是因为nowadays 这个时间状语太短了,所以先说的是状语,后说的宾语 但是它确实做realized being 就是在当今,我们要意识到在对那些pioneers,就是那些先驱登山者来说 那个都多么困难呢 现在对我们来说,要意识到这一点呢,那是非常难的 我们很难去想象当时有多么的艰辛,就这个意思 后面金一波说,为什么呢,他描述了为什么当时这个登山的状况非常的凶险和糟糕 他说了,except for one or two places,such as Zimarn and Chamonix,which had rapidly become popular Alpine villages tended to be impoverished settlements cut off from civilization by the high mountains 这句话又比较复杂一些,先看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逗号,就前三行到第三号逗号这结束 这个邪体字,这明显是在句中借词短语当作壮语来用 就是除了一两个地方之外,这是整个做壮语 什么地方呢,后面说 such as Zimarn and Chamonix,which had rapidly become popular 可以看作前面一两个地方的同位语 用such as,比方说吧,这样的地方可以看作做前面那个one or two places 可以看作同位语,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后面那个定义从句呢,又是修饰前面那个Zimarn和 Chamonix 修饰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怎么样呢,很快就变得很流行起来了 这两个地方名声很大了 但是呢,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怎么样呢 整个借词短语到这完了 然后句子主观结构是 Alpine villages are based on the 村状 怎么样 Tended to be, tend to do 是固定搭费,往往常常怎么样 往往都是那些贫困的一些居民区,一些地区 怎么样呢 Cutter from civilization from by the high mountains 这明显,这个是过去分词短语当原因壮语来用 为什么这是贫困地区呢 因为他们被这个大山呢,与外面的文明相阻隔 就跟这个文明不相往来,没有文明的消息 所以这是往往是贫困地区 这是说什么呢 说明为什么当时早期登山者情况非常糟糕 都是穷乡僻良地区啊,条件特别艰苦 是这个意思 当然前面先出现,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Except for,当然也可以用but for 就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个Except for和but for呢 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用去掉这个for Except和but 这个也能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有些区别 在本文中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家记住,放在句首的时候 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放在句首的时候一般不能单独用 Except或者but 放在句首,用一个Except for和but for 在句中除了,可以用Except or but 放在句首注意 用Except for和but for这个形式 就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做切词短余来用 这是一个规矩 本文中用的是对的 但是我们回顾一下 在第二课刚刚讲过 but for和Except for除了表示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个意思之外 还有个重要意思表示 要不是,要没有什么什么的话 这时候呢,等于 if it were not for 这个固定搭配 一定要复习把它背下来 but for, except for 相当于if it were not for 要是没有什么什么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在后面的句子里边 要用虚拟器了 因为被Except for, but for 相当于if引导的 从句的虚拟器 所以后面那个句子呢 就要用if从句里的 这个虚拟器的主句的虚拟了 主句虚拟是 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这样的形态动词 加动词原型 咱们复习复习这句话 要是没有你的支持的话 我可就有大麻烦了 Except for, but for 或if it were not for your support I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now 要是没有你的支持的话 我恐怕就有大麻烦了 当然这个Except for, but for 在这的反证 这个要没有什么的话 可不能反证出了 你看主句中都说 I would be in big trouble now 这个would呢 在这是虚拟器 主句中用would, should, could, might 这个Except for, but for 相当于if从句的虚拟 if从句中用必动词 都有worm 然后一般的动词 用一般过程式 是标准的虚拟了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再复习 在第二课讲过的这个句子 就是十一页第二行中间 到第四行开头 十一页第二行中间 到第四行开头 这个句子 你看前面主句中还是虚拟 Inside would, they would 还是虚拟 从句中 if it were not for 这个假设 如果没有的话 但是其实是有啊 跟事实相反嘛 那么昆虫可能会 使我们无法在世界上生存 它们可能会吞吃掉 我们的所有的庄稼 和杀死我们的牛羊 要是没有 我们从吃昆吃动物那里 得到的保护的话 这一切都会发生 这是我们讲过的这个结构 是复习 当时我们还讲过 如果要不是 要没有 后面要跟一个句子呢 不是跟一个名词呢 我们可以用 except 或者but that 就得把那个for去掉了 直接为except that but that 表示要不是什么什么的话 当然 这个也可以表达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这时候呢 后面一样是加从句了 你比如我说约翰是个好小鬼 就是有的时候偷东西 john is a nice guy except that he steals occasionally 除了他有时偷东西之外呢 他还不错 这表示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后面也是加 that 但是也可以表示 要不是 要没有的话 你看except for but for 有两个意思 except but 后面加 that 也是两个意思 要不是 要没有 还有是除了 这是可以替换的 我们复习这个句子 I would buy a Mercedes except what about that I什么什么poor 这个that连色可去掉 我会买一辆梅塞德斯 就奔驰车了 要不是我穷的话 在这儿是用 I什么poor 是I am还是I wore 咱们复习 应该用 I am poor 有的时候不是虚拟趣吗 但你看我现在是穷还是不穷 我说穷是真的 真穷真没钱 所以在从句中 是真实的情况 而主句中呢 是虚拟的 因为我没有买奔制车 如果有钱的我就买了 买是虚拟的 所以呢你看 except but that I am poor 是不是相当于 If I were rich 如果rich呢 那当然用wore了 如果我要有钱的话 但是我没有钱 没有钱是真的 所以英语中这个 写作使人精确 这个小细节注意 好 这是复习 我们看 除了一两个地方 这个Sachers and Zimard 什么例 像这两个地方之外 这个Zimard 就是在 Mathor风旁边 那个小的旅游城市 在当时还是个小镇呢 你看就这么一个地方 远远的这个 就这样一个山 就尖端稍微弯一点这个山 就著名的Mathor Mathor风旁边这个小村镇 叫Zimard 叫泽玛特 还有另外一个 Shamani 是小城沙漠尼市 在生死中怎么讲过 是著名的登山运动 当代登山运动的发祥地 叫Shamani 这是法语 所以后面的X就不发音了 我们可以读一下 Shamani The cradle of modern mountaineering 当代登山运动的摇篮 Credo 就摇篮 派生意就发祥地 发源地 都可以 那么后面他说 这两个地方 which had readily become popular 很快变得很流行起来了 这两个地方 那么 作为基地呀 什么住宿条件 餐饮 各方面会好一些 因为流行起来就有钱了嘛 但是 做着重点在后面呢 Alpine villages 阿尔卑斯山的村庄 怎么样 Tended to be in poverty settlements 往往是那些穷乡疲乏 贫困的地区 这个Tended to do 是倾向于 注意不要犯着打算 倾向于往往常常 表示一个客观的一个倾向 如果不是打算做模式呢 就不是Tended to do了吧 是Intended to do I-N-T-E-N-D 区分开哦 Tended to do 表示客观的趋向 往往常常 People tend to need less sleep When they get older 人们当上年纪之后呢 往往睡眠会更少一些 老年人嘛 大脑里松果体素变少了 脑白天是脑白天少了 所以往往睡眠少一些 而不是他们打算睡眠少一些 对吧 Tended to do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他的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一般来说 妇女往往呢 寿命更长一些 Women tend to live longer 也不能说 父女打算活得更久一些 谁都想活得更久一些 不是你能说了算的 这个事儿啊 父女往往常常 寿命比男人长 不排除呢 有些男人寿命比他长 但往往常常 规律趋势是这样 往往的形式 have a tendency to do something 也是往往或常常 多数情况下都会怎么样 but tend 或者名字 tendency 咱们再看例子 这种要有效 但是往往常常导致头疼 不见得每次都是 但是有这样一个趋势 the drug is effective but has a tendency to cause headaches 但往往会导致头疼 这是往往或常常 这是用我们动词来表达 那也可用副词 或者副词短语表达 同样的意思 就往往常常 或多数情况下 你看我们一会儿 在后文中 就会出现这个题话 一番文章中 我们可以表达 做多种不同词性的表达的变化 但意思都是表示客观趋势 往往常常 像我们可以用 genery in general mostly in most cases on the whole by and large for the most part most of the time 类似的 都表示多数情况下 往往常常 大体来说 都是表示不排除有特例 但多数情况 往往都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在写奏中呢 咱们的变化就更多了 跟老师读一遍 大声来一遍 genery in general mostly in most cases on the whole on the whole 是大体来说 by and large 这by and large 也是表示大体来说 还有 for the most part most of the time 也是表示多数情况下 往往常常 大体来看 是怎么样的 都是表示一个客观趋势 不排除特例 但是多数情况 大体上都是这样 这个本文中的 这个都可以直接带入 都没问题 那么本文中 往往是什么呢 往往是一些 impoverished settlement impoverished 词乎中讲了 委婉的一个书面语 就相当于形容词 poor 贫穷的 settlement 在这儿不是殖民地 就是small communities 小的社区 小的居住区 settlement 是多意思 在这儿不是殖民地 是小的居民区 居住区 small communities 在这里 就指那些村庄 小的村庄 都是贫困的一些地区 为什么呢 cut off from civilization by the high mountains 因为它们被大山 与文明相隔绝 在这里面 cut off from civilization 明显是个 蜚蜚一动词 当原因状遇 为什么贫困呢 因为与文明不相 往来 与文明相隔绝 这个我们在第一课讲过 这个搭配写全了呢 可以看到 which word cut off from civilization 与文明相隔绝 这就变成定义丛句了 本文把which word 去掉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 非为动词了 都可以 那么cut off from by cut off from 是与什么什么相隔绝 by out of touch with 类似 可以表示与什么什么 没有任何联络 完全中断了往来 可以用它 也是be out of touch with 在本文中一样 可以把by动词去掉 直接用借词短语 当这个状遇短语 也行 或者用空门两个过去分词 be isolated from 或者be separated from 都可以表示 与什么什么相隔绝 不能够联络 不能够见面 与文明相隔绝 本文中 这些大部分一般来说 都能替换 如果架成which word呢 就变成定义 从去修饰这个地区 如果去掉之后呢 就变成非为动词 可以看作原因状遇 更好一些 你把它看作后置定义呢 也有道理 但在这呢 当原因状遇更好一些 就解释为什么贫困 因为与文明相隔绝嘛 就好了 好 那么与文明相隔绝 在穷乡僻壤地区 究竟当地的状况怎么样呢 做着下一句 唯唯道来 他说那个地方住宿 衣食住行啊 可都不咋地 你看先说住宿的情况 你不能登山当天往返呢 好 我们看一下句话 他说了 他描述了 这个住啊 和吃啊 不咋地 我们看看这句话里边 是怎么回事 你看这句话 要打到word里边呢 他往往在下面有曲线 告诉你错了 他为什么 他说你两个word嘛 打了两个word错了 其实这里没有错 为什么呢 第一个 as the word 是限定性的定义从具 修饰先情词in in就是农村的小酒吧 小旅馆 这个意思 就是那里的那些小酒馆 小酒吧 为什么用s引导 而不用witch引导 这个黄严寺的定义从具呢 因为先情词前出现了such such跟s固定搭配 这没办法了 就不能witch了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详细讲 这个搭配 然后第二个 白严寺的word呢 是主句中的位移动词 就是那些小酒吧 小旅店怎么样呢 往往都是又脏 而且到处是跳肘的 这样一些地方 就说明了 那个落后嘛 贫困落后嘛 这个generally 其实就类似于 刚才我们说tend的to do 往往是常常诗 是不是可以改成 such in as the war tended to be dirty and fully written 是一样的吧 往往是常常诗诗嘛 只不在这儿 再用tend的to do 就重复了 换成generally 表达一样的意思 往往常常 不排除有个别的地方好 但多数都不咋的 这个意思 好了 分号结束第一个句子 下面引出第二个笔的句 我们分号后面就不一定 非得加连词了 有的美国人管分号 叫小句号 为什么叫small period 小句号呢 分号后面不一定 非得加连词了 但确实表示病例结构 在这儿 the food simply local cheese accommodated by bread often transformed food 这个accommodated by bread often transformed food 又是过去分词短语 你可以把它看作呢 是后织短语修饰这个cheese 这个可以 或者是呢 这个把它看作伴随状语 修饰吃的时候呢 吃奶酪同时呢 还跟这个一块吃 这个也行 都可以 都讲得通 都可以 这个没有说 这个对 那就肯定错 这两个都能讲得通 就斗好 因为非味动词 可以做定语 做状语都有道理 但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斗好前面 the food 这句话一直到斗好结束 这句话里没有味语动词 因为accommodated by bread often transformed food 这是过去分词 短语 这是非味语 它没有味语动词 味语动词 为什么没了呢 一定是被省略了 否则句子就错了 它跟第一句话是并列关系 这是分号 是并列句 并列句中重复的味语动词 可以去掉 第一句话的味语动词是war 是必动词 第二句话一定是必动词 它们的省略 省在哪呢 the food was simply local cheese 这个食物只不过是当地的现代了 再加上呢 12个月之久的干面包 说明吃的也不咋地 大家看到了吧 这并列句中的food 后面的was被去掉了 前面有吗 第一句话中 并列句中的味语动词 就是war嘛 后面那个was也是必动词 被省略了 然后呢 巨末加上 all wash down with coarse wine 医护脑呢 都用劣质的酒送下去 这个黄颜色是什么成分呢 整个这个标准的独立处格结构 这个wash down with coarse wine 是过去分词短语 非为动词 就是被用劣质的酒 be washed down 是被送下去 就是用什么饮料水 把食物送下去 叫be washed down 是什么被送下去了呢 不光是这个奶酪 是奶酪和面包 一股脑都被用劣质酒送了下去 非为动词前面 加上自己逻辑主语 逻辑主语 这包括了奶酪和面包 咽不下去 南一下也怎么样呢 用南喝的劣质酒 coors 就是劣等的 比较差劲的粗糙的 这个酒一股脑送下去 说明住的情况 又脏 又是跳着吃的情况 干面包啊 什么差的奶酪 劣质酒啊 说明当地那个 这个条件差 早期登山者的 这个处境是非常困难的 就这么个意思 注意 展过黄颜色的是一个 独立主角结构 我们说了 非为动词 加上自己逻辑主语 是独立主角结构 至于前面有没有 那个借词with 是都可以的 独立主角结构 这个结构 前面有with 没有with都可以 这是这句话 详细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下面我们就看一看 比较重要的 as the word 这个定义从句 为什么s引导 这个s呢 可以修饰定义从句 但是它在先因此前面 一般有sack的搭配 本文中是sack 就是这个ins 这样的一些小酒馆 所以后面用了s 但我们先看看这in吧 in是什么呢 就是一般指农村 或者乡下的小酒馆 小客栈 一般都是指农村 乡下郊区的 这些小酒吧 小客栈 我们读一下 in in 小酒吧 小客栈 一般呢 一楼是吃饭地方 二楼能住宿 一般是小酒吧 或小客栈 一般都在郊区 或是市郊 或者农村 这个地方 那么本文中这个sack 就决定了 后面就不能用 这个which了 为什么呢 大家记住 先行词前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词 那么后面这个定义从具 修饰先行词 就得用关系代词s 而不能再用which或net 书记哪一词 such the same as 或者so 固定搭配 such as the sam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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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as 这没办法了 注意这是s引导的 限定性定义从具 前面没有逗号 没有逗号跟前面分开 直接连到一块 它的引导的非限定性定义从具 跟着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个未来到18个咱们会说 咱们现在先看限定性的 限定性的定义从具 s引导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先因此前出现了这些词 我们看一下例子 I need the same tool as you're using 我需要你正在使用的同样的这么一个工具 as you're using 是定义从具关系代词 as在定义从具里面充当use的宾语 它修饰这个tool 但在tool前面有the same 只好用s不能用which 再比如说 I need such a tool as you're using 我需要的像你正在使用的那样一个工具 such a tool 前面有such了 后面用s 本分钟such ins 后面也说s 对吧 再比如说 I need as useful a tool as you're using 我需要的是和你正在使用的 一样有用的这么一个工具 那先因此前面出现as了 后面得用s 如果否定句呢 那么就可以用so s了 对吧 在这个地方肯定 我们一般用s就好了 所以出现了such the same as so so就是这个 在否定句中 一般可以用s so都可以肯定句 我们一般用s就好了 这个时候 用s引导定义从具 而不用which that 这样的关系代词 所以本文中呢 as their word 是标准的定义从具 就是那里的那些小具管 那么我generally dirty in the free written 往往都是又脏又跳蚤自生的地方 老师说过 generally在这儿 是不是为了替换上一句话 那个tend to do 都是表示往往常常 本文中要用tend to do呢 是不是就改成 such the answer as the word tended to be dirty in the free written 一样吧 往往是又脏又是跳蚤自生的地方 但是呢 tend to do前面出现过 这换成副词改在generally也行 意思是类似 好 然后再说 the food similar local cheese 这个食物只不过是当地的奶酪 这里面没有味道词 被省略了 省略的是was 这个食物就是 只不过是当地的奶酪 再加上12个月之久的干面包 accommoded by是过去分子断 也非微语了 微语动词呢 was被省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并列剧中 出现的微语动词就是微语动词 那么并列剧中 重复的微语动词可以去掉 咱们说过 复习第二课里面 就是第十一页的第八行 for spider always has eight legs and insect never more than six 你看and嘛 并列连词嘛 引导两个并列剧 因为就是 在两个原因状一重句 中间是并列的 都是for里面的句子 并列关系and 前面出现了微语动词has 第二个并列剧中has被去掉 中间and的连接了 但是我们复习一下 这并列剧中可以这么省略 如果非并列剧 一个主句一个从句 即便相同也不能少 理论来说不能少 你比如说 Paul likes poetry and Peter fiction 保罗喜欢诗歌 彼得喜欢小说 poetry和fiction 都用的是不可数名词 这个就对上到一块了 那么and是并列剧 Peter后面这个likes可以去掉了 但下一句话 这个likes不能省了 Paul likes poetry and I know that Peter likes fiction 保罗喜欢诗歌 并且我知道呢 彼得喜欢小说 这里面likes就不要省了 因为这个likes 它是在 纳迪德的遍遇冲击里面 而前面likes呢 在主句中 它不是并列关系 这个时候mike就不能省略 所以省略不能乱省 这个有一定条件 本文中并列剧可以省掉 这是没问题的 然后呢 被12个月之久的 干面包来陪伴 就是在一块吃下去呗 这个accompany 本来是一个极物动词 叫陪伴或伴随 所以被什么什么陪的 咱们一般是用被动 这个陪伴伴随 咱们在三次就见过 未来四次中还有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accompany accompany 陪伴伴或伴随 经常用被动 你比如说 the disease is accompanied by sneezing and fever 这种疾病经常被打喷嚏和发烧所伴随 就是这个疾病常常伴有打喷嚏和发烧这个症状 be accompanied by 就被什么什么所陪伴 就跟它在一块 得着病的话 就会打喷嚏或发烧 这个呢 生活中就经常可以用accompanied by 用飞味动词 在剧中做状语 做定语等等等等 都可以了 就把这个必动词去掉 直接用accompanied by 就跟他在一起的 还有陪伴他的人或事物 还有什么 用这个就好了 你看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看这句话 Chinese President 习近平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彭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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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undertaking a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邪夫人彭丽媛 这个邪夫人 就是跟夫人一块去的 这个是非味动词 这是跟陪伴我们的主席 习近平主席 那么正在对美国 进行国事访问 state visit 这个是在一起的 还有谁 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就是呢 我们这个奶酪 当地的奶酪 还有在一起的 还有干面包 12个月之久的干面包 12个月之久 不一定有那么长了 是夸张了 就放了一年的老面包 一股脑都用劣质酒送下去 我们刚才说了 all wash down with coarse wine 是独立组合结构 它来自于 wash something down with something 是什么意思呢 就用后面这个东西 一般是饮料或者水或者酒 把前面的东西送下去 一般用这个搭配表示 东西比较干 吃的东西太干了 用水或者粥啊 饮料啊 牛奶啊 把它送下去 就跟我们这个下水道堵了 哇 用水冲下去 这感觉经过恶心点 但道理是一样的 这个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我们吃了一些 这个香肠 然后用wishky酒 把它送下去 we ate some sausage and wash it down with whiskey 我们吃了一些小香肠 然后用wishky酒 把它送下去 这是主动结构 wash it down with whiskey 这wash是结物动词 那本文中washed 后面没有名语了 说明它是过去分词 是一个非味动词 是被送下去 用劣质酒送去 是什么被送下去呢 那个all就是表示 前面的奶酪和面包都加在一块 所以这是标准的独立组合结构 一股脑都被送下去 所以后面那个独立组合就好理解了嘛 就washed down 说过去分词非被语 再加逻辑主义什么被送去 奶酪和面包 一股脑被送下去 就这个意思 这个独立组合结构 这句话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句子 里面的一些语法成分 希望大家分析清楚 尤其是前面那个s引导的 限定性的定义送句 什么时候使用 希望大家复习清楚 这句话我们看到这儿 好 我们接着看下一句话 下一句话继续描述当地的这个情况的艰难 在当初的艰难 他说更有甚者有的地方 连这些小旅馆你都找不到 你看下一句话他说了 咱们还是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他说经常呢 这个often放的句首是强调 常常是这样 怎么样呢 Avalley一个山谷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小旅馆小客栈 这个boost 李老师说过 这是不能翻译成吹牛夸口说大话 为什么呢 因为它表示吹牛夸口的时候 这个boost 动词原型当然取得异利 它一定是人作主义 而在人作主义的时候呢 这个吹牛它如果后面加名词得用boost of something 或boost about something 它是不集物的 在家介词of或者叫about 但是它如果事物做主义的话呢 不是吹牛了 得翻译有 而且这个书立刻变成集物动词 所以英语这个词法细腻啊 确实对主义啊 而且这个有呢 一般是有 我们希望有的好的东西 我们希望这个有客栈嘛 这个地方用的是对的 山谷是事物吧 boost表示有 后面是集物动词下边语了 no in 没有 后面加爱道就完全没有了 家庭语系 完全没有小个人 一家都没有 并且暗暗地引出第二个病列区 并且怎么样呢 引出病列区 climbers就是那些pioneers 早期的登山者 怎么样呢 found shelter会发 找到住处 这个 shelter在这 是一个当名词来用 但shelter表示住处 注意是抽象词 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咱们一会儿会讲 shelter表示住处 是不可数的 wherever they could 是一个在这 可以看作一个地点状语了 就随便在哪里 只要能找到地方 就凑合了 比如说在哪些地方呢 这个破诊号引出了 他进一步说了 sometime with local priest 有的时候呢 是跟当地的牧师在一块住 这个可以把它看作后面 这个两个sometime加借词短语呢 都可以看作做前面 wherever they could 它的同位语 因为前面是个地点状语嘛 后面这个借词短语也是做状语 做前面这个wherever they could的同位语 那么一般是 找到哪些地方呢 有的时候就跟当地的牧师在一块住 但是后面它有个插入于结构 那括号里的 是一个定义从具 来修饰前面这个priest 其实也是插入于补充说明 就是为什么呢 他说你不要想象 以为牧师那儿就住得很好吗 不是这种现代化的大教堂 不是住得很好 而是通常呢 他跟他的教区的居民一样穷 穷得叮当响 当地住宿条件也不咋地 这个parishoners 就表示他步道地区的教区的居民 这个意思 一样穷 有的时候呢 sometimes with shepherds or cheese makers 依然是用借词短语做前面 wherever they could 做他的同位语 有的时候呢 是跟这些阳官牧羊人 或者做奶酪的 他们在一块来住 这个肯定好不到哪去呗 牧羊人那肯定就是跳蚤 那放羊的 那做奶酪的 可能油丝麻花的 味道也不好 特别一种奶酪 法式奶酪还是臭的 所以油丝麻花 味道不好闻 说明住宿条件特别艰苦 有这么一个 这句话中呢 首先我们再次要强调一遍 这个boost 特别讨厌 他的用法 根据他的逐语不同 他的含义和搭配都不一样 这个的主意 那么逐语不同 这个动词短语含义不一样 这个现象在三侧就出现多次 咱们复习一下 三侧食物和讲物固定搭配 他就find one's way 这个搭配就这个特征 如果要是人做主意的话呢 可以表示找到了道路 事物做主意的话呢 得发生到达某个地方 不是找到道路了 人做主意是找到的 I found my way home 我找到了我回家的路 这可以 你看在新概念二侧的第96课 亡灵返乡里面出现了这个find one's way 他说 Specially made letters are on outside each house to help the dead to find their way 这个尽管不是人做主意的 跟人也差不多 就死人了 他也是人 专门制作的这些灯笼 挂在了每一栋房子的外面 为什么呢 为了帮助去亡灵 找到他们回家的路 这鬼怕半夜看不清道 我挂上灯笼 Letter就灯笼 Specially made就专门制作灯笼 挂在外面帮助亡灵找到道路 是这么一个 但是如果是个抽象的事物 做主意 就不能盘着找到道路 而是到达 到达某个地方 咱们在复习三册的第15课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My nephew George has a money box But it is always empty Very few of the 50-pence pieces A pound corn is half giving him Have found their way there 我的这个外甥和侄子叫乔治 有一个存钱罐 但它总是空的 为什么呢 非常少的我给的那些 50便时的硬币和1英镑的硬币 大家注意这个piece 不是两词是名词 piece做名词可以表达硬币的意思 它跟后面coins是同一词替换 这是硬币 I have given him 这是定义从去修了这个硬币 我给他的硬币 真正能怎么样 到达那里 这不是找到道路了 是到达那里 它主意是硬币 到哪儿 这个there就指的 in the money box 在存钱罐里边 就是他们这个很少钱进存钱罐 给了钱直接就花了 这个意思 到达 好 我们再复习三册的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threaten to do 这个搭配人和事物做主义的话 含义也不一样 threaten to do 如果是人做主义 这个很简单 就是威胁说要做某事 比如说 he threatened to kill her if she didn't obey 他威胁说 如果这女孩不听话 就杀死她 这是威胁说要做某事 这个没错 但threaten to do 如果事物做主义呢 可以表示 有什么什么的危险 有什么什么的危险 你看 这个跟人做主义就不一样 咱们看一看三册第47课中 一个句子 三册47课 we keep trying all four methods but the sheer volume of rubbish we produce worldwide threaten to overwhelm us overwhelm 就是淹没的意思 我们一时在尝试着四种方法 就是处理垃圾的方法 但是 我们在世界各地 制造出了这些大量的垃圾 有把我们淹没掉的危险了 我们都没地方住了 有什么什么危险 threaten to do 这个不是威胁说 再比如说我们在三次还讲过 一个特别容易翻译错的 promise to do promise to do 如果人做主义大家都知道 就承诺做模式 he promised to call me this afternoon 他答应今天下午给我打内话 承诺做模式 但如果事物做主义就不是承诺了 得翻译成有可能会怎么样 这个也是书面的表达 事物做主义翻译成可能会怎么样 有可能 这个我们看一道六集阅读真题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by two friend geophysicists promise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mystery 突破性的研究 谁做的呢 谁做的呢 两位法国的地球物理学家做的开创性的突破性研究 可能会揭示这个谜 这个不是承诺说了 是可能会怎么怎么样 promise to do 可能会 shed light on 三册三十八个讲过 就揭示了 字面意思是把光线照到什么东西上 照亮了 不是看到谜底了吗 揭示了 揭示这个谜 promise to do 今天可能会很暖和 it promises to be warm today 这是也是可能 人和事物做主义 这搭配是这个表达一样 含义是完全不同的 这几个三册讲过的 我们可以放到一块来复习 英语啊 真是不好学 这个要记的东西太多了 不是把语法掌握 背了单次就行了 这个用法的细节变化太多了 咱们把常见的这些词记住 在考试中就容易拿高分 好 再回到其中 那么经常的一个山谷里 根本就没有这个小客栈 并且呢 这climbers 就是随便找一个地方 就将就了 找一个住处 这个shelter 李老师说了 用shelter表示住处 一定是不可数名词 住处住所 shelter不可数的 你看我们经常说 衣食住行 这四个都是不可数名词并列 food clothing shelter and transportation are basic necessities of daily life 食物 衣服 住处 还有交通 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必需品 necessity 做可数名词 叫必需品的意思 这几个都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分别读一下 但是在诸文中称 衣食住行 老外呢 可能更贪吃一点 他更习惯先说这个food 我们分别读一下 food clothing clothing shelter 再快点回说话 shelter transporting 名字 衣食住行 咱们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那么有的时候呢 是跟当地的牧师 而且通常跟教区居民一样穷 有的时候呢 是跟shepard 就阳官 就又脏啊 又是跳蚤 还有跟这个做奶酪的人 这个条件也好不到哪去 看下一句话 Invariably the background was the same dirt and poverty very uncomfortable 这句话不长 但是咱们也看个语法成分 Invariably 这个在三册三十一课 咱们就讲过 它就相当于always 总是老是 它比always要正式一些 这个地方把它放到巨手 也是突出了一下 这个副词的撞起 这总是这样的 没有几乎没有例外 老是这样的 强调这个情况 总是这么糟 放到巨手 加强语气了 怎么样呢 背景就是中国的环境 诸作的环境 都是一样 怎么跟一样呢 dirt and poverty and very uncomfortable 这个画横线的黄颜色的东西 都是做前面这个 the same的同位语 对吧 怎么跟一样法呢 又脏又穷 而且非常不舒服 大家注意 形容名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做 这个前面名词的同位语都可以 但是这两个名词并列 中间and连接 那么后面还在加一and 为什么 因为这个同位语跟前面不一样 它是个形容词 所以跟着名词没啥并列 两个名词中间and 然后呢 在and引出另外一个同位语了 都是做前面的 三面的同位语 注意形容词可以做名词的同位语 是没问题的 名词当然更能做名词的同位语了 the change to the alps must have been very hard indeed 这句话还是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写体字从for man开始一直到at home这结束 这三行两行半左右 这整个是借词短语当壮语来用 就对于这些人来说 对吧 for man 对于这些人是哪些人呢 我们accustomed to 整个这个黄颜色的是形容词短语 做后置女修饰这个man 这些人 be accustomed to 是习惯于 be同词去掉 只剩形容词 是后置女了 习惯于什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to是借词 第一个是习惯于 吃七道菜的晚餐 七道菜的大餐 为什么是七道不是六道 咱们一会儿会解释 并且还习惯于什么呢 sleeping between five and she's at home 在家里面 睡在考究的哑麻布床单里的这个人来说 eating跟sleeping并练 都是做前面借词吐的语语 习惯于 吃得很好 睡得很好的这个人来说 因为当时住宿条件和吃得都不好嘛 但如果在家里吃住都很好的人来说 怎么样呢 这个句子 主句在这呢 the chin to the alps must have been very hard indeed 看到整个句子其实是一个简单句 前面是借词端语做一个状语 后面就是一个简单句 它没有从句 the chin这个改变 什么改变 to the alps 是后制定语修饰这个改变 到达阿尔卑斯山的这个变化 怎么样呢 must have been must have加过去分子 是对过去的肯定推测 你昨天肯定是病了吧 you must have been ill yesterday 对过去的推测 肯定推测 当前年这个改变 肯定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很难接受的 就这么一个 好 这是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那其中呢 一个重点搭配 就是我们看到那个 be a custom to 是固定搭配 我们在21课里面还会出现 咱们来看一看 跟它是不是很类似 121页的第11行 就是四册21课里面 121页的第11行 只不过它没有用forman 它就是man就好了 就是在剧中当主语了 然后后面呢 这个黄颜色的一样是 后制定修饰这个man 你看看本文中第三课的 是不是很类似 还是把必动词去掉 本来搭配是be a custom to 习惯于 必动词没了 形容词短语到后制定了 习惯于什么呢 这to还是七次 struggling for survival against the elements and Indians 习惯于为了生存 而与大自然和印第安人 作斗争的这些人 就是早期西部的脱皇者了 这个struggle本来是跟against 搭配struggle again 与某人搏斗或作斗争 但是先说了一个状语 for survival为了生存 为什么呢 因为against后门太长了 本来是struggling against the elements and Indians for survival 应该这么说 为了幸存下去跟他们作斗争 但这么写就同种角形了 所以把against the elements and Indian后制 先说了for survival还是这么一个 但是这个against还是跟struggle搭配的 为了生存 而与这个大自然和印第安人作斗争的这些人 the elements表示自然力 地水火风自然力 这个三册十二课讲过 elements本来表示组成天地万物的四大元素 亚里士都认为地水火风 the earth水water 火fire 风就是air 这是基本元素 所以放在一块地安那边表示大自然来 还有印第安人作斗争的 这些这个人就是西部图皇者 是怎么样呢 被那些政客 银行家和商人搞得晕头转向 并且呢 因为那些篱笆呀 什么法律和陌生的轻规矩律 再也不能纵马驰骋了 这是二十一课重点句 我们到未来还会详细说 但你看这个结构 黄炎寺的结构 跟本文中第三课里面这个结构 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后制队修士前面 这个名词 搭配当然来自于 be accustomed to something 或to doing something 后制队语里面 当然把并同词去掉 直接用形容词端语就好了 因为custom的是形容词 我们当然可以用be used to something或doing something be used to 是它的比较更通俗的版本 这个used还是形容词 不要跟过去常常 过去曾经搞混 那个里面是用used to do 那是没有并动词的 used是动词 后面加to do 但这里是be used to 这to是这词 是习惯于 意思不一样 当然还可以用三册讲过的 be in the habit of something 或of doing something 也是习惯于 我习惯于早起 I am accustomed to getting up early 得用动词 I am used to getting up early 或者说 I am in the habit of getting up early 就好了 这几个习惯于 这个搭配一般可以替换 好 咱们回到剧中 看看本文中是习惯怎么样 for men the custom to eating seven course dinners 习惯于在家吃七道菜的大餐 注意是七道菜 不是七碟子菜 上菜要上七次 为什么是七次 我们知道在西餐中 法式大餐 French food 是最有名的 那么吃法式大餐 上菜有好几种方法 有三道菜 五道菜 七道菜 七道菜是最讲究的 甚至是国宴级别了 说明在家里 每天晚上吃得这么好 有钱人吗 吃得好吗 那么咱们作为常识 看一看 这七道菜是哪七道菜 第一道菜 往往是开胃小菜 我们大声都叫 Eppetizer Eppetizer 开胃小菜 先让你把蝉虫子逗起来 引起食欲 第二道菜 往往是这个汤 soup 是汤 它跟广东人类似 先喝汤 第三个呢 往往是鱼 就是fish 但是老外呢 一般不吃河鱼 一般都是海鱼了 第四个是主菜 叫main dish main dish 主菜一般是家畜的肉 多是牛排 一般都是牛排 然后呢 第五道菜是蔬菜沙拉 salad s-a-l-a-d 蔬菜沙拉 第六道菜呢 就是饭后的甜食 dessert d-e-s-s-e-r-t dessert 饭后甜甜 第七道菜呢 其实不是菜了 就是饮料 beverage 除了水之外的 这个饮料都叫beverage 无论有酒精还是没有酒精 就是饮料 beverage 这是七道菜的大餐 那么每天吃七道菜的大餐 就有钱人嘛 每天吃的跟国宴一样 毕竟还西袭什么呢 睡在考究的 亚麻布的床单里面 这个sheet 三册十三个奖 我叫亚麻 这个指床单 linen是亚麻布 因为在当年亚麻 是比较名贵的这个布料 那来说明家里有钱 睡得好 吃得香 这个怎么样 the chain to the elves 大到二十倍四人的变化 must have been very hard indeed 当年 肯定是非常艰难 must have 加过去分词 对过去的 语气强烈的肯定推测 好 第三课 马特·赫恩峰的登山者 我们个老师就学在这 这课 重点的习语搭配和剧情 还有语法都很多 希望大家一定要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第三课 跟老师就学在这 谢谢同学们 我们来看看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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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课 是一起 vendo 我们看一看 也会说活着 我们看一看 在这一刻 这个变化 还是一起 肉草 所以我们看一看 感谢观看